还有那种每个人之间的不信任 阴谋 告毕 当时候任何一个这样的章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都可以说 我立即可以把你就地处决 对对对 你看这些组织套 它什么叫什么司令部 司令部 造反兵团 什么总部 这个厉害 红色公安造反总部 总部 它叫总部 叫兵团 叫方面军 当时就是这些东西 对 这保卫队厉害 对 然后叫什么重队 重队 全是这样的名头 那个重队好像就是 风起云涌 大家都造反了 但幸好这个时代过去了 幸好我们就知道 这种时代的可怕性 和它的这种反人类 反人性 反民主 反文明 对 反文明 这种反动 我们说十年浩劫的时候 实际上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错误的方向 不是方向感描摆的问题 是错了 方向感就做错了 就做错了 我当执行的时候 我一天挣一毛多钱了 我比你好一点 我挣三毛多钱 挣一毛多钱了 我是饿得给晕倒了 我晕过去了 老百姓把我拿给平板车 拉我到人民公司的医院去 医院的医生说 啪啪啪 脸上一拍 我起来了 没什么 我听了一下 医院里面没什么 完了以后 开一个单子 旁边的供销社 就凭那个单子 买了这么一块红糖 花了一碗水 喝下去 滴血糖嘛 回家 我没吃的 最后我的粮食吃完了 红薯吃完了 我是吃了个白菜 菜团子 我去摘秧子 我怎么不晕呢 那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壮劳力 我都不能 我不说我要这件衣服了 我买个收音机了 我连自己肚子都填不薄 但方向感肯定错了嘛 我是个壮劳力嘛 我当时20岁 我是个干活的人了 我天天重劳力啊 那肯定方向感错了嘛 那么我们做收藏的 这个很大一个事 就是要保留我们 尽可能真实的记忆 记忆还有选择的 还有虚的 还有假的 因为事实上 记忆都是选择的 对对对 还有被埋没的 被埋没的 所以我就想尽量地 保留一些历史的细节 我想这个对我们国家 对社会肯定是很有用的 我过程是一直是这样认为 要不要给文革建管 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来建文革管 事实上意味着我们 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 樊建川没有哭 也没有笑 他只是把那些离我们 还并不遥远的物件 排列起来 在他们几乎是无限的重复和单调中 让参观者切身感受到一个物质匮乏和精神扭曲的荒诞年代 任何一个神志健全的人从文革馆走出来都会长舒一口气 我们终于从文革中走出来了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红色年代瓷器陈略馆 这是樊建川有关十年浩劫推出的第一个展馆 里面存放着他精选出的两千多件新中国瓷器 其实我们这个馆里面内容很丰富 但是我故意把这个门做得比较小 就是就像一个普通人家的门一样 而且这个门是广东那边买回的一个老门 这是部队的门嘛 这应该当时肯定是个军营的 对对对对 军官宿舍 随军驾驶的是吗 对啊 然后呢 这人还打银才能进去 这是一个占了一尊当年的当年做的毛子一项 他在给我们指路 他角度偏了一点 故意偏了一点 他意思是凝望这边走 这边走 实际上这是中国最大的交通警察了 对对对对 站在所有的城市的这一个交通路口 红色年代瓷器馆中 成立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 这段历史中生产的瓷器 他们记录了那个狂热而又压抑 喧嚣而又无知的时代的气息和声音 可以想象 在多年之后 人们回顾中国瓷器历史的时候 这个短暂年代的作品 也应该算是空前绝后的 樊建川说 他们是一个狂热的顶峰 一个红色的绝响 这有一个花片挺有意思 这个花片 这个花片呢 其实当时那个鸭子 鸭子吃了人民公社的公粮 你看嘛 这是当时的原来的 大字报 某某某私密心窍 放出鸭来吃公粮 这种思想不改造 到底要做哪条道 好了 这个就很搞笑的一个 但是现在看到 把鸭子掉到树上去披 对 披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主人说 我的鸭子没吃公粮 就吃了 不然怎么办呢 把鸭子给杀掉 把肚子给破开 打开一看 里面有很多骨子 果然吃了公社的公粮 这是坏分子 思想落后人物做的事 好了 张贤良看了以后 他给我后来洗的事 用了个饼细笔洗的 笑除眼泪 这是笑除眼泪 这是张贤良的第一个洗的 好了 冯继才后来看见了说 别笑 这是我们一代的真实 这是冯继才洗的了 然后邓贤洗的是什么呢 作家 邓鲜 邓贤说 安贤川 我当自信的时候 肚子疼得不得了了 我就偷老板这东西 被老板硬追 他都被逮住 逮住以后 也不要吊起来打了 我如其鸭 陈建功 说谁人不鸭 谁人不鸭 周贝斯说 混账历史 老死的儿子 舒逸先生说 是最庄严的闹剧 林金兰 那个林金兰老先生 打鸭子上吊 刘三河说 做人也太难了 邵燕翔说 做鸭子也不容易 然后这个人说的更好玩 一人得到 鸡鸭 早鸭 将当时的各种极端思想和行为 以简单漫化的形式 或者将政治口号 原封不动地 表现在各类词品上 这便是文革词记的鲜明个性 现在当他们进入博物馆 变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也成了警示后人的重要符号 这儿还有一个 当时我们把他们 关在一间房子里边 关在一间房子里边 现在看来呢 没有问题了 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 和领导者 其实林彪 林彪的这种形象 出现是很罕见的 这儿江青 我也是第一次见 也是第一次收藏 江青 但是我也告诉你 最难得的是 这是老一人画的 画的特别细 但是他这民国的画法 透视不是特别好 但你看 这位先生 康生 陈伯达 他们两位上磁板 绝不仅有 可能全世界 就他们两位 就这一块磁板 他们两个人上了磁板 就这一块 但是我会把它留下来 因为这就一万年没问题了 这一万年没问题了 一万年以后 哇 这是武常委 有资料显示 文革开始后 全国各地磁场 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 纷纷生产主席塑像 这同佩戴主席像章 唱与录歌跳中字舞一样 成为了热爱领袖的时尚 尽管毛泽东本人 在第二年 就明确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但是仅仅一年的生产 已经让各种主席的塑像 多得无法统计 这儿体现的是一个 为一个人 为当年的我们的 那个毛主席 毛泽东做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知识 你看你看 你看这儿就很清楚 这是他青年时代 学生时代 书生义气 灰车方球 然后你看 这儿是拿着雨伞参加革命了 就业了 就业了 那儿是登基了 新中国成业了 新中国成业了 然后又巡视大江南北 招手的 老帽子的 各种各样的坐姿 站姿 和其他人在一起 这么多树像 其实我这儿可能也是 不完整的 也是不完全的 但是你能看到 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领袖人物 用磁器给他做树像 可能 这是最多的 对 他是最多的 他是最多的 由于博物馆空间 和陈列设计的关系 樊建川所收藏的瓷器 和主席塑像 根本无法全部展出 来到他的仓库 可以发现 这里的场面 也相当地壮观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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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当年的老子 毛主席像 整齐 对 我看 这种整齐的感觉 特别好 这个镜头从毛主席 向这个地方走过去 这整齐感觉特别好 这么多的毛主席